未来日本为了解决结婚率及人口出生率顾低的问题 给每个年满16岁的人分配一个对象 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恋爱禁止的世界 女主小葵就快迎来16岁生日 这也就意味着她即将收到政府的通知短信 上面会有已经分配好的结婚对象 小葵心里非常期待 毕竟啊在从小到大的教育灌输下 大家已经从心底认可了分配政策 还有大笔补贴可以拿 而小葵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竹马 在他内心小鹿乱撞期待对象的同时 竹马的内心却非常不是滋味 因为啊他一直暗恋着小葵 在他生日的当晚他还特地约对方出来 期间啊小葵突然提出 要和他模拟练习一下 与对象初次见面的对话 结果练着练着竹马忍不住对他表白了 更尴尬的是通知短信的提示音响起 小葵的分配对象仓佑也紧跟着到了现场 小葵的眼睛里顿时亮起星星 竹马见状默默退场 苍佑啊出生豪门 而小葵只是个普通家庭的女生 同学知道后都非常羡慕他 小葵也想着 两人以后应该能像童话那样过上幸福生活 虽然现在他们的相处方式非常生硬 说好的约会 其实就是苍佑在前面闷头走 小葵在后面拼命追 走到目的地后就差不多结束了 苍佑在告诉他下一次见面时间和地点 他心想可能是自己太普通了 便拼命打扮一番 结果苍佑还是一副平淡的样子 小葵心灰意冷 让他以后不用再勉强和自己约会了 他回来路上碰巧遇到竹马 对方一眼就看出他不开心 不仅请他吃甜品 还温柔开导他 如果真的喜欢人家 就要勇敢表达自己的心意 于是小葵来到苍佑的家 没想先见到了他的爸妈 对方一见面就端起身份 高高在上 表示希望小葵要变得能配上他们家 这时苍佑进门 他对爸妈的说辞非常生气 让他们别对自己的女友指指点点 小葵听了内心有一丝窃喜 这说明苍佑已经认可他了吧 便对苍佑真情表白了 结果换来对方的一个亲亲 两人的恋爱似乎终于能顺利进行了 小葵高兴地和竹马分享这事 没想啊 身后突然冒出一个工作人员 说他呀 都分配好了伴侣 以后要注意和异性保持距离 另一边小葵在和苍佑约会的时候 突然提出要去给竹马买生日礼物 这样也让苍佑暗暗打翻了粗盘子 后来小葵还介绍两人认识 三人行的修罗场里 只有小葵这种粗神经的玩得不易乐祸 竹马趁小葵走进店铺的功夫 对苍佑说 你根本不了解小葵 一直以来都是他在默默付出 你根本给不了他幸福 说着呀 忍不住给苍佑一拳 小葵连忙出来拉开两人 这天之后他就再也没见到竹马了 而苍佑似乎在默默改变着 他对小葵越来越体贴 不像以前那样公式化约会 趁着两人气氛正好 他对小葵求婚了 他说啊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已经确定了想要和小葵在一起的心意 接下来 为了陪伴苍佑 他还要特地转学到另一个城市 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小葵心里总觉得高兴不起来 只因啊 竹马已经失联好多天了 直到这天 竹马才主动约小葵出来见面 这次呀 他的态度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说苍佑一定能给他幸福的 某天 小佑去找苍佑的爸爸 毕竟都快结婚了 还是得拉拢一下账备 没想扭头 看到苍佑在爸爸面前祈求着什么 他明明是一个骄傲的人 讨厌爸爸给自己安排好的未来 能有什么事 让他对爸爸低头 甚至服从他的安排 原来呀 竹马得了癌症 已经活不久了 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治疗 苍佑不惜接受爸爸的条件 放弃自己的梦想 至于他怎么发现竹马生病的 就是在那天的三人逛街时 他发现了竹马掉出来的药 知道对方生病后 便主动帮忙 并答应瞒着小葵 竹马正是因为生病 被剥夺了分配对象的资格 他无奈地接受了残酷的命运 然后对着苍佑 把小葵的喜好 全都一一列举出来 希望他能让小葵 过上幸福的日子 事实上 苍佑也在开始 努力当一个好伴侣 可小葵不知怎么的 并没有感到想象中的开心 到了婚礼这一天 小葵早就换上了婚纱 可苍佑却没有丝毫打扮 他把竹马的情况 对小葵坦白了 并说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竹马 所以去找他吧 趁现在还赶得及 接着 把和竹马同一趟航班的机票 交给他 小葵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一顿日俱跑 总算赶到竹马的身边 说啊 哪怕只有很短时间 他也想和竹马在一起 而且 他的幸福由自己决定 之后两人跑到国外 过了段非常幸福的日子 感情啊 苍佑在这剧里 当了把神助攻 默默心疼他一秒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这里是八戒爬电影 喜欢的 给我点个赞吧 咱们下期再见